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热潮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性的探讨可能终结1万亿美元人工智慧热潮的因素 Alphabet的执行长Sondar Pichai在近期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强调 投资不足的风险,远大于投资过度的风险 并计划投入480亿美元建设AI数据中心 然而,这些投资是否真的能够保障AI的持续繁荣 此外,我们还将深入探讨智能家居技术的潜在危机 最近,Cloudstrike的一次失败的安全更新导致了网络银行故障和机场中断 让人们开始担忧未来的科技崩溃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智能家居设备是否会因为互联网或服务中断而变得不可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了解这些挑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以及它们对我们未来生活的潜在影响 投资不足的风险远远大于投资过度的风险 这句话来自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Sender Pichai 他在上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强调了这一观点 这位科技巨头的高层管理人员与当今许多企业高管一样 正热衷于谈论人工智慧 AI尤其是为AI数据中心的建设投入巨资 根据预测Alphabet今年的资本支出将增长约一半 达到48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将用于AI相关的设备 这样的投入反映了AI热潮的浪潮汹涌 然而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 潜在的威胁和风险也越来越明显 尽管Pichai强调了投资不足的风险 但外界也开始讨论 一旦AI热潮结束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担忧 近期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的一次失败的 Windows PC安全更新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次事件不仅影响了电脑使用者 也对日常生活造成了直接冲击 网上银行业务中断 机场运行受到影响 甚至某些网站和服务也变得不可用 这一系列故障 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科技崩溃 可能带来的更大影响的担忧 特别是在智能家居方面 在互联网上 关于这次故障 影响智能家居设备的笑话和魔音 层出不穷 一张经过PS处理的 蓝屏死机三星冰箱图片广位流传 显示了在故障期间 无法打开冰箱的场景 尽管这只是个玩笑 但它点出了 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 互联网连接设备 未来技术故障 可能带来的真实挑战 智能家居的概念 涵盖了灯光 锁 百叶窗 扬声器 和恒温器等多种设备 这些设备与其非智能版本相似 只是多了一个带有连接功能的 计算机元素 虽然这些设备 通常设有应急措施 以应对停电和网络中断 但当服务中断时 它们依然可以工作 只是不那么智能了 例如 智能灯依然可以通过墙上的开关控制 智能锁可以用钥匙 或数字键盘开启 智能百叶窗 则可以用链条或按钮操作 一些智能摄像头会继续录制或监控 大多数智能门铃仍然能够发出声音 然而 更现实的危险在于 我们可能变得如此依赖 顺畅运行的智能家居 以至于 当不可避免的中断发生时 我们会对替代方案感到陌生 就像许多人在Google地图出现问题时 难以导航一样 如果家里的连接中断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 也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扰 Crowdstrike事件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边缘案例问题 最终也会出现并产生严重影响 智能家居 顾名思义 将我们生活中 一些非常敏感的元素 暴露在互联网上 虽然它们通常是安全的 但你必须意识到 一些边缘案例灾难场景 例如 智能所至少与传统所一样安全 因为其安全性存在于服务用于在所和智能手机之间通信的加密中 以及家庭WiFi的加密中 这意味着黑客无法轻易访问机制 过去也发生过一些制造商未能使其产品足够安全的例子 例如 因而监视器被发现 可以通过公共互联网访问 允许外部人员查看视频流 甚至通过设备说话 智能家居设备通常对所谓的临日漏洞具有弹性 因为家庭网络中的安全性 因此 虽然设计不良的设备可能会暴露 但犯罪分子很难利用这一点来访问家庭中的其他连接设备 然而 所有智能家居都依赖于互联网路由器和极限器来保持其智能 这些设备需要经常更新 以保持其安全和高效 尽管我从未听说过一次糟糕的更新 会造成广泛的路由器崩溃问题 但在上周之前 我也从未听说过企业Windows PC的大规模崩溃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只需知道你的冰箱仍然可以打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必须保持警觉 认识到潜在的风险 智能家居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的互联网连接 和可靠的技术支持 未来的科技崩溃 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这也提醒我们 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必须为可能的中断做好准备 每周五 我们的技术通讯将提供有关技术 小工具和游戏的最新新闻和评论 让我们一起保持 对科技的热爱与警觉 迎接未来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人工智慧 AI的热潮 在过去几年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成为金融和技术界的焦点 然而 这一万亿美元 市值的繁荣 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 可能会终结这场狂欢 这些威胁包括技术挑战 资源依赖 网络安全风险 法规与伦理问题 以及市场动态变化 首先 技术挑战是 AI繁荣的重大威胁之一 AI技术的发展速度 远超大多数人的预期 但其核心算法和模型复杂 且不断演进 这意味着 现有技术可能很快过时 或被新技术取代 同时 AI的训练数据质量 和多样性要求极高 低质量的数据 可能会导致模型表现不佳 甚至产生有害影响 此外 AI模型的解释性 和透明性问题 仍然是学术界 和工业界的热点话题 这些挑战 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将可能严重限制 AI的应用范围 和信任度 其次 AI依赖大量的计算资源 尤其是高性能的数据中心 和专用硬件 如GPU和TPO 这些资源的供应不足 或价格波动 可能会严重影响 AI的发展 此外 资源的集中化 也带来了潜在的 单点故障风险 比如自然灾害 供电问题等 都可能对AI运算能力 造成巨大影响 由于 AI模型训练 和推理过程的 高耗能特性 能源成本和环境影响 也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网络安全风险 同样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因素 AI系统本身 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 特别是那些负责关键业务 或涉及大量敏感数据的系统 AI模型 可能被恶意攻击者篡改 导致错误决策 或信息泄漏 当前 已有不少关于攻击 和防御AI模型的研究 但随着技术进步 攻击手段也会不断升级 此外 智能家居和自动驾驶车辆 等应用的普及 使得AI系统 面临更多的安全挑战 法规和伦理问题 也是AI热潮面临的重大威胁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 政府和监管机构 也在加紧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确保AI技术的安全和公平应用 过于严苛或不完善的法规 可能会限制AI的创新与发展 此外 AI的伦理问题 如算法歧视 隐私保护 透明性等 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 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 可能会导致公众对AI技术的不信任 进而影响其市场接受度 最后 市场动态的变化 也可能终结AI的繁荣 AI技术的发展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市场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 对其至关重要 如果出现技术泡沫破裂 投资回报不及预期 或市场竞争加剧等情况 投资者信心受挫 资本撤出将会对AI产业造成重创 此外 随着技术的普及和成熟 AI的利润空间可能缩小 竞争加剧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使得AI行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综上所述 AI热潮面临的威胁多种多样 包括技术挑战 资源依赖 网络安全风险 法规与伦理问题 以及市场动态变化 这些威胁 如果不能妥善应对 可能会终结这场万亿美元的人工智慧狂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都知道人工智慧 AI 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 资金如流水般涌入 但你知道吗 投资不足才是最大的风险 看看Alphabet 今年预计资本支出会增长一半 达到48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都用与AI相关的设备 这是个无限可能的市场 AI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从医疗到交通 无所不在 如果我们不投入更多资源 我们可能会错失这个技术革新的机会 像19世纪的马车业错失汽车革命一样 得不偿失啊 哈哈 楚天书 你这是在卖AI的股票吗 先别急着开香槟 你知道吗 科技热潮来得快 去得也快啊 我们不能忽视投资过度的风险 还记得2000年的网络泡沫吗 投资者一窝蜂地进入新兴技术市场 结果呢 几乎一夜之间 梦想变成了噩梦 AI虽然有潜力 但我们也得小心 不然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个新的AI泡沫 那时候就不是技术革新 而是资本的坟场了 哎呀 谢琪琪 你这个保守派 想想看 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 要不是大量的投资 我们今天还会在蜡烛光下写字呢 AI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投入 才能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改变你的生活 看看医疗领域 AI可以提前诊断疾病 拯救无数生命 你说风险 当时爱迪生也是这样被觉得疯狂 但看看现在 电灯无处不在 我们不能因噎费时 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楚天说 你这比喻可真是够有创意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成功的例子 还要考虑到风险管理 多投入资源是好 但过度的投资会引起资金错配 造成巨大的浪费 还记得南海泡沫事件吗 投资者盲目跟风 结果市场崩溃 带来了经济灾难 AI当然有潜力 但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投资 而不是疯狂烧钱 不然到时候大家都在哭着竖钱 那就尴尬了 哈哈 谢琪琪 这么说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但你得承认 任何创新都需要冒险 看看太空探索 当年肯尼迪夏决心要登月时 多少人嘲笑他疯了 但不冒险 我们怎么能看到星空的浩瀚 AI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巨大的投入 来克服技术难关 让AI真正改变世界 当然 风险是有的 但没有风险 哪来的回报 哇 楚天说 你的激情真是无与伦比 但别忘了 不做不死这句话 科技竟不是好事 但资源有限 我们的精打细算 投资AI是好 但的有理性的规划和风险控制 要不然呢 我们可能会从AI革命直接跳到AI灾难 成为下一个投资笑话 所以 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 而不是盲目的热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嘿 让我们来聊聊这些科技热点 稍微加点幽默为耳 保证让你笑着看完所有内容 什么可能会终结一万亿美元的人工智慧热潮 首先 Alphabet的执行长Sundar Pichai表示 投资人工智慧的风险不在于过度 而在于不足 他们计划今年将资本支出增长约一半 达到480亿美元 听到这数字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得多少零食啊 当然 比起零食 他们更关心建设更多的AI数据中心 咱们不能小看这些数据中心 他们可是Alphabet云计算业务的心脏啊 但仔细想想 这么大的投入 万一AI热潮冷却了 这些钱会不会打水漂 这就像豪赌一场 虽然风险大 但回报也可能是巨大的 当然 我们的希望这些高管们的嗅觉灵敏 能够提前捕捉到风险的信号 不然可就要心疼那480亿美元了 下一次科技崩溃会让我们无法进入智能家居吗 上周 Crowdstrike的一次Windows PC安全更新失败 导致了网上银行出问题 机场中断和部分网站无法使用 这可是把大家整得七荤八素的 有人在网上开玩笑说 这次故障甚至让人无法打开智能冰箱 我看到这个笑话时 脑子里马上浮现出满脸困惑的家庭主妇 站在冰箱前 对着蓝瓶死机的冰箱无奈的叹气 但别担心 这只是搞笑与PS的结果 即便是智能家居设备 大多数都有应急措施 即使连不上网 也能基本使用 比如智能锁 你还是可以用钥匙开门 智能灯 你还是可以用墙上的开关控制 想想 这些设备就像是装了的老朋友 即使连不上网 还是一样可靠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可能会变得太依赖 这些智能设备 导致一旦出问题 可能会手足无措 这就像有人离不开Google地图一样 一旦导航出问题 他们就迷失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 智能家居的风险与安全性 不过 还有一些更现实的威胁 比如一家公司倒闭 导致其售出的智能家居极限器失去支持 想想 如果你的智能家居全赖一个极限器 而那家公司突然倒闭 你家的科技就变成了博物馆展品 这可不妙啊 但这些都是极端情况 智能家居正趋向于使用开放标准 多样化的设备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依赖单一系统 再说了 当你家的智能冰箱闹罢工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亲自去打开冰箱门 拿出冰淇淋来安慰一下自己 更大范围的网络安全问题 比如某些制造商未能使设备足够安全 导致外部人员可以通过公共互联网访问 你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但好在 大多数智能家居设备对这类安全漏洞有防范措施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 定期更新设备 确保他们的安全性 总结一下 无论是AI热潮还是智能家居 我们都处在一场科技大冒险中 这里有风险 但也有无限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保持理性 懂得应对突发情况 就能在这场科技旅程中享受更多便利和乐趣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